黃國昌提的法案 因為國民黨中庭 全押上去了 那全押上去 黃國昌公司 國民黨中庭 國民黨沒有去改黃國昌 提出來的案子的一個字 一個標點符號都沒有 黃國昌說這樣寫就這樣寫 國民黨的立委 在投票當天傍晚 才在桌上看到那些字 不然你跟我講 哪一個國民黨的立委 表決前一天有看到 你 翁曉玲跟吳宗憲 那你有沒有看到 我們裡面派出的代表 就是翁曉玲跟吳宗憲 你有沒有看到 跟我們黨團助理 一起跟民進黨團討論 那你有沒有看到 我們是早上 當天早上 我們有看到原來的版本 然後民進黨再修正東西 跟國民黨再修正東西 根據立法院幾十年來 議事會的都是當天早上給 再修正動議 再修正動議 再修正動議就搞不定 剩下的那個版本 那個版本 你都跟黃定宇一樣 都是豆瓶一天的月薄 是要拿到的 沒有沒有 那天早上不是月薄 好啦 沒想到自己做一做 我跟我們說 運出來時間是 晚上七點 六點快七點的時候 我跟我們說 運出來不管消息什麼 你們國民黨連一支就沒反對 早上 就叫國衝帶在旁邊洗 帶在旁邊洗 現在裡面都國衝一人在附近 所以才出來說國民黨說 王國昌你要出來說 國民黨的縮帖什麼時候出來了 今天拜他就 國民黨的縮帖什麼時候出來了 昨天的 拜五 拜再給你一拜再出 做一個平台是國民黨的 王戰嘛 國民黨這一部分的確比較慢 是因為 我怎麼會比較慢 因為民黨真言說嚇到的人力 我們不相信 你們連整個立法 這個立法的總說明 我跟我們說立法是一個總說明 我們要改這個法的總說明 都沒有跟大家說 第二針對大家提出來 我不要說民進黨提的 包括那些年輕人在外面喊的那一個 那些QA 有法党這樣完蛋結束了 在做 在做 然後媒體也沒看過 國民黨的立委也沒看過 國民黨的立委是國民黨一個網站公佈後 下載起來看的 國民黨的立委有看過那些版本嗎 國民黨的立委出來辯論的時候 我們在台上大家這政論節目 在辯論的時候 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他只能照 黃國昌寫的那個版本的字面 去幫忙推演 第二 再舉例說 以前你民進黨 林佳龍 鄭義軍也說過 現在連阿鼻子就脫掉 阿鼻子1993年 對 都嚇我們一樣 阿鼻子嚇沈富雄 對 都嚇我們一樣 竟然我們拖 拖這些神敗 他們過去的題目出來說 國民黨沒有自己的主張 國民黨沒有自己的主張 有別於黃國昌的主張 有別於黃國昌 有別於1993年陳水扁的主張 國民黨現在沒有辦法 有別於1993年陳水扁的主張 也沒辦法有別於黃國昌的主張 還在炒大說什麼 部分區立委 法學博士 笑死人 叫一個康乃合的博士 亂殺 整群都抵下去 檢察官出身 什麼大學 法學 博士 多多多 嚇一嚇出來 也是炒阿鼻子的 竟然我們對黃國昌 國民黨連一支也嚇不出來 黃國昌笑在連一支也不知道 了解 東甘要揹過來 揹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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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在座上 大家看到 現在黏到地幾條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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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的立委坐我們的旁 我們問說 好 你幫我當我50之後是什麼 你說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你說拜託的完結這麼多天 問你一條50之後 你不知道50之後在做什麼 你又再看我一下 這種的立法的品質 追準 就是這些年輕人 現在不開心的時候 這叫做黑箱 黑箱 不要讓人討論 就拿一些什麼程序 有啦 怎麼沒差的學長 有差的學長你不要來 有沒有委員會 有啊 有委員會 有沒有公廷會 有啊 我也知道都有辦啊 老師問我有沒有去考試 我有考啊 你考幾分 我考靈分啊 你為什麼考靈分 你有沒有讀書 我有讀啊 你沒看到我有讀嗎 我昨天下午有讀啊 我有讀書啊 我有去考試啊 我考靈分啊 但是你不要怪我 因為我所有程序通通做完 國民黨現在在跟全民說 我通通做完了 你們不要怪我 至於實際的內容 吳宗憲說的 內容定義 他要回去說啦 辛苦過 我再跟各位解釋 那個實質的定義是什麼 這就是吳宗憲說 那裕貞委員 我們剛剛不是有聊到說 現場有這個主辦單位說 有十萬人嘛 但是呢 傅昆錡總操在講說 那都是民進黨 不管是用什麼 吃的誘因啊 喝的誘因啊 玩的誘因 把他們勾請來的 但是問題在哪邊 問題是 你們講這種說法 等於就是在挑釁這十萬人 我要講 然後再來是 再來是 多數人 其實因為 除了主持的身分 我也很想要跟他們有多一點互動 我都說 你是怎麼要來 讓大家聊一聊 大家就是現在不信任這個擴權法案 才來的嘛 還有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從民調來看 你看 媒聊電子報所做的民調 他其實是在524之前就做了 做完了數字呈現 民進黨的好感度上升 負感度往下降 可是你國民黨的負感度 一次上升7.6個百分點 7.6個百分點 短短就是這幾天的事情 民眾黨的負感度上升 6.6個百分點 你們現在惡感都已經超過一半了 那你們都沒有感受到一些警覺性嗎 我來講就是這個 不管人是主辦單位所宣稱的10萬人 或者是那個台北市保安隊在20 晚上8點的時候 傳出來的訊息是14500人 不管是1萬人或是10萬人 這個其實是民意的展現 這個都事實上應該尊重 也不管他是真的是 民黨用動員吃的玩樂來的 還是說民眾主動來的 我覺得這種東西都是民意展現 都是尊重 其實我對這件事情比較 遺憾的 倒也不是在說這些來的人是誰 是怎麼樣 更何況剛剛王毅川竟然說 他們可以調 他們竟然有調查出哪些人 跟以前有沒有重複 我真的懷疑民進黨 是不是在這中間 用電信來偵查說 這次陳宇貞有沒有去 上次這個 這個徐貴牙有沒有去 這個聽起來非常恐怖 你們在調查現場 因為用手機去那來調查 A這一次有去 B這一次沒去 那這個東西是怎麼調查 這個我想大家社會當中 還真的要好好的調查 那不過不管 不管是多少人 尊重民意這本來 那我最遺憾的是 在這個過程中 因為現場有Live的直播 有從場內 一場外面 有那個現場直播 很多民進黨委員有直播 給場外這麼多人來看 對 但每一條在逐條發言的時候 民進黨委員都沒有按照 當條的條文發言 就沒有真的在做討論的過程 我舉例 我注意聽了裡頭 裡頭從正幾天 我每一條都反注意聽 大部分的民進黨委員 除了你看蘇巧惠 沈柏陽 吳秉瑞有講後半段 然後中嘉賓的第五十條前後 有真的針對那個條文 到底有什麼問題要討論 要改正又修正以外 剩下都是面對著他們的 直播的那個鏡頭 在對外呼喊外面的民眾 所以民進黨所說說什麼 要討論要討論 實際上他們不是 他們只是在說山洞 也說鼓動 鼓動外面的民眾 還有一條包括 那時候洪詩賴在發言的時候 因為他發言 完全跟當條文沒有關係 我們就要在 那時候洪詩賴下來以後 我們就笑他說 你到底在講什麼 跟本條都無關 然後我們在笑他 他就說 他就說 我們在善效外面的結果 我說我們是在笑你 亂講 真的 我在現場 我是在外太空 只有你在現場 我在旁邊 你在洪詩賴旁邊 你一直在那邊講 我讓你講完 但是胡說的話 等一下良心 還有對 賴瑞隆 賴瑞隆在講 他講說什麼三連以下那個 那個根本 他那時候發言 那個賴瑞隆是在25條 賴瑞隆是發言說已經不是25條 已經上市了 所以他們根本 當然有幾位委員是有照那個發言 但大部分的委員都沒有按照 裡面的條文在發言 然後他們說什麼不討論 大家也知道說什麼沒有討論 什麼沒有民主 他們在講那個程序問題 明明這個過程當中 明明這個過程當中 國民黨民進黨也有 都有辦過這個條文的審查 也有總調 民黨委員也有發言 國民黨委員也有發言 然後接著也有辦這個 就是公聽會 中嘉賓也有辦 這個吳宗憲也有辦 也有辦黨團的審查 黨團審查的時候 吳宗憲委員讓那些就是民黨委員 唱所語言 然後每一個人都重複講 講幾次都有 這是真的有 他說可以調立法院的錄影彈 所以不是沒有經過討論 而是討論的過程中 民黨還想用議事 那時候用議事的時候 提了四十次的上會 他們就是想要杯葛 沒錯 他們就是想要杯葛 我理解 然後接著 在中間有幾條 在表決的時候 比如二十二條 二十三條 國民黨跟民眾 我們是撤回的 我們就說 那我們支持民進黨的提案 我們支持民進黨的提案 結果民進黨發生什麼事 他們異議 後面好幾條 最近禮拜我那也是 異議好多條 然後接著說 那個院長說 你們自己提的你們也異議 那不然表決嗎 還是表決 表決的結果通過 貴雅 穿插一下 否則我待會兒要回得太多 沒關係 因為太多講的東西錯誤 我怕待會他會忘掉了 吳仲仙的我等一下講 第一個 陳先生委員那麼多意見 你們為什麼不上到發言台上 進行討論 這第一點 第二個 我們是中共人大嗎 立委在那三分鐘 他登記發言的時間 誰規定他要講什麼 不用被審查 沒錯 沒錯 不用被審查 所以你們不能說沒討論 待會兒講完不要急 何必急呢 你們就不讓人家討論 就是這種態度 我現在講話 你就不讓我講 你在議場那裡 你不讓人家講 別人講話你還是要插話 在議場那裡 別人講話 你還在後面 小小點 兩三甘 兩個人要去找 所以我要回來講這個事情 在議場裡面 我們是民主國家 我跟你講我們都是議員 你也是議員起家的 我們登記發言的時間 我要講什麼 是我的權利 我一看而已 有誰在那邊負責審稿 你這個沒有針對條文 不應該讓你講 沒有 沒有這樣講 這是哪一國的霸道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公聽會是不是 吳宗憲公聽會的版本 是我們審查的版本嗎 是嗎 我要回答嗎 不是 我等一下回答 吳宗憲公聽會的版本 跟後來最高機密 黃國昌跟吳宗憲弄出來的版本 是不一樣的 第二個 公聽會是學者專家表達意見 我們還是要去討論 那才是立委立法者的本質 鍾嘉賓的兩場公聽會 你也算你們的 他那公聽會談的是 民進黨的版本 裡面有所謂的 不管是洩密相關的要求 民進黨的版本 你們根本沒有一併抽出 禁腹二毒 我幫王時期問問題 上個禮拜我他有提出一個 真知灼見 那請問一下517那天 傍晚67點條文才印出來 那公聽會討論的是什麼內容 對啊 這三場公聽會 就算談的是條文內容 也不能閃過委員會的主條審查 這第一點 何況這三場公聽會 跟我們在異常討論的版本 根本無關 第三 你說委員會大家都主條審查 去調錄影帶出來 吳宗憲在審查的時候 有意見 大家說我要發言 有意見我們就保留 有意見保留 不知道保留幾條嗎 百分之一百 到了黨團協商 也全數保留就出去了 這才是結果 到了議場裡面 應該要大體討論 應該要主條討論的時候 我們登記發言 以往可以經過協商 我們同意 像我們以前過半 我們讓國民黨多一點 讓你們講 我們派代表可以協商 這一次沒有協商 就剝奪登記發言 每一個條文 只讓一個人講三分鐘 接下來是誰 哪個黨團提 停止討論 國民黨團吧 如果有協商 何必提停止討論 停止討論 動議誰提的 國民黨黨團提 然後用多數表決 就不讓你講話了 一條三分鐘 一條三分鐘 這樣就要跟他們過 這叫有討論 所以我要講 這件事情的實質本質就是 它影響人民權益很大 影響政府的很大 裡面條文還有前後矛盾 還有文字不通順的 甚至於還列了樣態 卻沒有罰則的 然後 不讓你委員會討論 一直出來 到最後 人民才會憤怒 這是憤怒的原因的點之一 另外我要講的是 人數 國民黨現在這個電 不管什麼 不管什麼 你還是把它講出來了 我告訴你 你們如果要講台北市警察局 台北市警察局 保安科科長王真祥 今天有出來講話了 昨天也出來講 王真祥怎麼講 他說不對 他們第一時間回覆 蔡振元就把它 應用出去的 是在七點以前的人數 而為什麼要先統計 那時候人數 那時候只有青島東路 跟濟南路 可是塞不下了 要移到中山南路 會影響交通 所以台北市警局 希望不要移出來 等交通疏解之後 才把它放開來 所以在那個時刻 青島東路跟濟南路 他們算的是1445里 14000多 然後後來有一個 剛好是台北市的 觀光巴士經過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中校東路 青島東路 濟南路到徐州路 然後中山南路 一路到警符門 接近警符門那附近 人都是滿滿的 所以那個1萬多 你們拿出來說嘴 甚至於善笑 沒關係尊重國民黨的態度 但是今天是傅崑奇 把自動自發這一年輕人 把出錢出力的成年人 扯謊說是賴清德叫出來的 民進黨動員出來的 民進黨花了多少錢弄出來的 然後用這樣來指控 有沒有證據 沒有證據 這多嚴重你知道嗎 當國民黨的傅崑奇總召 毫無證據就去指控人家 結果現在修的國會的濫權 過拳法案裡面 不管是質詢反質詢 調資料文件 詢問聽證 這些程序裡面 要做成懲處 由立委表決 後面有兩條 59之五 50之一 可被請律師 由立委擔任的主席決定 當傅崑奇表演給你看 他指控你們這些人 你們是來一日遊的 青島東路很好玩 誰喜歡來這裡玩 又下雨又熱 下大雨又熱 所以他們是來一日遊 要一日遊 我們不會去墾丁灣去哪裡玩 跑到青島東路來玩 結果把這些人污衊 抹黑卻提不出任何證據 民進黨花錢 這些人來一日遊 這些都綠營動員的 一萬多人而已 如果立委呈現的是這種素質 你要通過的濫權法案 卻是要讓立委組成的委員會 可以表決就決定 這個人要不要罰錢 這個人要移送法辦 或者主席也是立委說 你可以請律師 你不可以請律師 這麼重大的法案 臺灣人民放心 擴權給立委嗎 那我要講的 國家那麼多事情 這個真的是 我們現在當務之急 在急什麼 所以我坦白講 可以扯一些片段的真實 但是這整個法 這個所謂的 國會擴權濫權的法 人民沒有充分的知道 然後呢 在審查的過程當中 沒收了多數的討論 條文我們就工具性來看 裡面條文的文字 還有寫錯的 還有文字前後是矛盾的 在這樣的狀況下 這麼粗糙的狀況下 要推出去 你看到外面那些年輕人 高中生 大學生 成年人在那裡的時候 應該要敬畏 結果呢 包含黃國昌 包含傅崑 包含國民黨 不聽 然後回去汙名化他們 我就講一句話 不要只怪黃國昌跟傅崑 那些二創什麼充施表 我甚至還看到一個 Youtube那我嚇到你知道嗎 因為Youtube有時候 會浮出那個股票老師 那邊講課有沒有 有個姓何的 我突然扶出來一個 一個爺爺老老的 一個姓何老師 等一下講課票 講到一半 我們都講賺錢 我們不要講政治 突然他放下來 那個黃國昌 黃小弟然後講了一句髒話 他還打自己打嘴巴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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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講了 我們還是回來講賺錢 你知道這一個 已經離開政治的 不是藍綠同文城 離開政治的同文城 到很多的逸文城 你看那些rap 那些rap的歌手等等的創作 他們當然會鎖定焦點 在黃國昌跟傅崑 站起來 JP